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些报导研究说 如果我们长时间一直吸入这些格权 其实很容易会引致鼻烟癌 或者甚至肺都有事 香港人多车多 绝对是人烟茶蜜 空气质素可想而知 夸张点讲句 空气中的尘埃连肉眼都看得到 所以香港人越来越重视空气质素的问题 在空气中有一种物质叫做甲醛 究竟甲醛对人体有什么害处? 我们又可以怎么去处理呢? 甲醛是模式的 但是带有刺激性的起体 问题就是 如果当我们一直吸入甲醛 其实久而久之 或者长连累穴 它影响我们很多呼吸道的问题 尤其是可能刺激我们的气管 还有可能有些人会感觉到 身丧丧丧业 为何我进入这间屋 为何眼睛会痴 或者头上会痛 这个就是由于 甲醛影响他们的健康 刚才说到香港的空气质素越来越差 除了从新闻知道每天的空气质素外 其实还有一些仪器 是可以探测到空气质素的 像这两部机 一部是用来测试甲醛含量 另一部就是原浮粒子测试机 以甲醛为例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0.08 ppm 超过这个数就不合格了 同样原浮粒子含量过多 都会影响到人体健康 所以机上的数字越少 就是代表越好 证明空气质素也都比较好 处理甲醛最有效的方法 其实就是增加空风系统 例如什么呢 例如开窗 开窗是最直接的 但是有时就是 开窗不是你20小时的开窗 可能有时夏天 你可能生一张开冷气 可能甲醛的积序 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去挥发 或者是消失 可能借助一些 例如会不会增加的通风系统 例如开了一些抽气线 或者譬如用一些 将来吸到甲醛的空气过滤系统 不说不觉 原来平时我们经常开的冷气 出风位是有很多原浮粒子的 这些原浮粒子肉眼都看不到 但是测试机就很明显看得到 常常说原浮粒子是这些问题 原浮粒子就是我们经常看到 或者看到那些很大 例如在太阳光底下看到的 其实很大粒粒粒 那粒粒粒里面基本上有些什么呢 其实会包含了 例如可能有花粉 例如在屋里面可能有些 如果大家有听过 例如陈满 Dust mice 也或者会有 例如有些人要养寵物的 一些叫做动物的皮舌 英文叫Pet Dander 也可能现在很关注 例如细菌病毒 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内 其实包含了这一类的原浮粒子 要去处理一些来源控制 跟甲醇是差不多的 你也可能要增加通风 如果尽量有些人有敏感 尽量选一些 例如地址是比较 没有那么容易 积聚那么多层的地址 或者就更加强家居的清潔 也还有一个方法 我想现在很多人都很普遍 就是用一些 例如高考量空气过来 这些都可以帮助去 减低你的室内环境 那个原浮粒子的含量 在家里如何防UV 下一集为大家介绍 玻璃的热泪光幕